主席各位立宴同仁還有媒體朋友大家早 本席非常榮幸跟林釋迦委員代表中華民國立法院到日內瓦參加第65屆世界衛生大會 本人也在5月20號中華民國日內瓦辦事處辦一個外交酒會 在前程以英文致詞向友邦衛生部長大使跟嘉賓感謝對台灣的支持同時慶賀馬總統就職 本人身為醫生曾經經歷2003年SARS大流行深刻了解疾病無國界的道理 故意向關注我國爭取參加國際衛生事務的進展 2009年獲邀以中華台北的名義中華民國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WHA以來 跟世界衛生組織WHO建立直接聯繫的管道取得疾病防治的資訊 同時也積極跟全世界各國合作共同對抗全球疫情的擴張 俯視健康的目標能夠早日實現 然而台灣在參加世界WHO其他政治會議方面仍然遭遇許多的阻礙 WHO延續聯合國多年的作法處處矮化台灣對此我們絕對無法接受 馬總統也公開重申維護台灣主權跟尊嚴的決心 我們立法院外交跟國防委員會也通過決議 要求政府再次向WHO表達我母方的嚴正立場 我們將持續努力繼續實質爭取參加WHO、WHA等等各項活動 衛生行政官員在這一次的會議也非常的用心 在開會的同時利用時間跟美國、歐盟、英國、澳洲等團體 國家的衛生部門洽商雙邊之商非常的成功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大衛中卻出現我國立委沒有遵守議事規則 而被請出場外的遺憾事 本席也覺得相當可惜 台灣聯合國促進會及一屆聯盟等團體的集結抗議訴求 我們都給予充分的尊重 譬如說其中以正式會員參加WHO的訴求跟執政黨是一致的 我們也朝這個目標再努力 但是它的方式跟技巧必須改變跟加以討論 不要因為一時的脫序行為迫害國際對台灣的光感 甚至影響台灣的外交空間 反而會得不偿失 以上,謝謝